来哥你好 你好 我们来介绍你的竹工艺师这个职业 先请你自我介绍 我是竹赖文川的工艺技术长 我本身是竹山美工毕业的 然后在我们年代的话 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民国70几年那个年代 我们算是竹山美工 算是一个重点学校 还有像是大甲高中 花蓮的玉璃 高中他们是石雕 大甲是那个令朝 就是令朝编织 早期是竹山高中是算什么 竹雕类比较多 然后竹管家具比较少 所以我算是科生毕业的 所以你是一毕业就在相关产业 对 就进入竹雕吗 对我就进入竹雕 就算是商业产品的雕科 就是在竹上面做雕科就对 对就是科一些什么 壁桶啊 纯线桶这一类的 可是在进入这个产业应该还是算学徒吧 还是有一段学习过程吧 对 只是学得比较快 对那个算是比较没有什么技术性啦 就是最主要你把那个气动工具会拿得稳的话 然后你雕刻字写得漂亮 这样就OK了 那这样是不是还要有些书法的这个技术 对对对就是要你本身要有那个要有那个底子 那你大概都常常雕什么字 就是一些那个算 吉祥化 对对吉祥化 纯线桶的话就是 什么招财进宝啊 什么钱进我家啊 有钱真好啊 所以做的有点像一个产线的一个流程就对 就做得非常快 对对对 算是量产化的东西啊 量产化的商品 这样子 其实没有什么技术 然后后来就是 七十几年的时候就是有什么 茶医馆啊 土积城啊 所以他们那个要比较要特别的风格 所以就 他们往竹子这边去发展 他们要求啦 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就转 转到 茶医馆 土积城 算是室内装潢啊 竹装潢就对 对竹装潢 因为开在竹山就一定要有在地特色 就要用一点竹的一个元素就对 嗯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你也开始就转型去做一些竹的一个室内设计 对那个有做到一段时间 然后这几年就是开始 政府推一些什么公共的那个什么装置艺术啊 就是比较重视竹子的这个方便的那个造型 这样子 那你一生的工作都是跟竹相关 那是不是一样就是跟着竹山发展一样 早期赚到钱 然后后来又慢慢没落衰退 对对对 然后现在要重新再出发这样 对对对 算是早期的那个商品化的东西 它就有一个高峰跟低潮的东西嘛 算是比较没有那么稳定啦 没有那么稳定啦 有时候量多的话就很多 然后到一个谷底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工作了 那到谷底你那时候都没有想要转业吗 该斗 因为也不晓得要该什么啦 说真的也不晓得该什么 然后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有柴馆跟那个土积城 然后就是启动一个idea说可以做室内中航的东西 可以转航到这个方面这样子 所以你一路都是一个人在做 对早期我都是一个人的独行侠 然后就是碰到宴池啊 我们的那个指定长然后才开始跟他配合这样 好那我们就来讲后面这段这个 你们两个一开始怎么相遇的 是本来就认识吗 嗯其实我们两个不认识 我是他爸爸是我的老师嘛 然后早期他也不是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他突然回乡的啦 对对就是返乡青年啦 倒是透过他爸爸的介绍你们两个牵线 没有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碰面他 然后他邀约我说进来他公司这样子参与 跟他合作这样子 你那时候怎么考量 反正就做做看 其实我年纪也有啦 我想说一个年轻人有这个心要来做这个租产业的话 我是相当支持的啦 然后就好我说好那我就挺你啦 可是他一开始在跟你沟通过程 应该有些做法都跟你过去比较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不一样 因为你们做的都是比较单纯的嘛 最主要是他的观念啦 他的观念比较先进一点 在我们的租产业这边算是比较先进的想法 就是做的东西都跟你以前做的不一样 对对对对 包括现在比较大型的一些公共艺术 或者是一些灯会造型 对对对对 那个都需要团队就不是一个人对不对 那个都需要团队的 然后他比较信任我啦 就让我这样子来带这个团队 然后制作这样子 所以每一次如果一个大型的案件 你们都是临时在主工班 然后有你带队 对还是自己就养一大堆工人 呃本身我们的公司的话 本身就有有几个那个基础的那个员工 然后如果是大量体那个那个装置艺术的话 我们还是要另外的那个工班来配合 真的接到都一定有时间的压力对不对 对对时间压力 一般都是招标然后什么时候要完成 工部门的话就是就是想真的 工部门的话就是他在纸上作业的话 很容长的时间啦 对公文来回 对公文来回啦 还有台会啦 对才要定案 然后他要有一个那个算是年度的问题 年度问题所以到我们的手上的话 就是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 这是我们最困扰的 所以就一次又一次的克服 对啊还是要 才会到今天还在 对啊 然后有时候不是说一个case而已 然后有时候两个case三个case 同时在做 对啊同时在做 然后时间又短 然后所以那个压力就很大 所以这样对你一个即将办退休的 这个师傅来讲是个刺激啊 又重新等于和他一起再创业一次 对对对也算是这样子啦 说不累也是也是骗人的 动脑很累啊 对啊 因为很多方面都我要处理啊 对因为你是技术长 嗯 那估价啊 然后厂勘啊 所以你要克服技术问题之后叫人家去组装 你还要现场监工 对我还要现场 你不用自己爬了吧 呃看醒醒 看醒醒还是要啊 所以有时候在搭台搭设的过程还是要爬上爬下 对啊我还是要爬上爬下 不是全部都用吊车了 对对 有时候吊车 地形关系的话 有时候吊车没办法到啊 对啊我看以前阻止最大的应用就是那些传统银架嘛 对不对 对早期就是传统银架 然后现在被铁银架取代了 所以说现在的主子的话现在改成 大部分都会到沿海地区那个 科架 做成科架 对 然后现在加工也少了 所以就期待能够再更多大量的应用 嗯对 因为很多人会不想用就是怕成本高嘛 因为怕很弱嘛 比较没有信心 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说到 哦那个就是很快就会烂掉的东西 三年五年就要磨砂了 对对 然后他们还是有 如果要做的话他们还是有那个成本考量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比较 私人的企业啦或是 民间他们就有这个感感 所以他们就比较不想用 所以有待随着技术再进步一点 能够再怎样补强 做得比较耐久一点啊 比较不会发霉啊 柱啊这方面都要处理啊 不过我至少看到政府有在重视啊 就是我们这几年不只是灯会 或是一些大型的艺术展 都有很多竹制品嘛 对不对 越来越多的竹子相关的艺术家 对对对 现在政府这几年有 比较有大力推广的 因为那看起来真的是还是比较有情感 对不对 对比较有亲和力啦 不会那么冷冰冰硬邦邦这样子 然后结束之后那个东西就至少不会造成垃圾嘛 对如果是塑胶的就是垃圾 对因为那个拆下来的话我们还是 因为它是天然财嘛 所以那就是让它能够利用的话 我们就再捡回来利用 不能够利用的话我们就是回归 自然这样子 自然的回归土地这样子 对对对 有没有感觉自己变比较有活力 有啦我高中毕业就开始做了嘛 所以到现在的话应当快将近40年了 可是现在完全做不一样的东西 对 以前一个人完成了现在是带团队 对对对 而且东西不只越做越大 还难度越做越高 因为大家看习惯这个东西之后 你们每一次的图案设计就要更让人家惊喜 对然后我们还要配合设计师建筑师 每个人每个人的设计风格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要去 重点还要沟通啊 对还要沟通 画得很漂亮可是做不起来啊 建筑师或设计师的话 因为他们有时候也是第一次碰到竹子 他们对竹子的那个不熟悉 对那个材料特性不熟悉 所以我们还要跟它沟通 设计方面要你那个什么弯度啊 曲度啊都不能够太大 因为那个竹子它有一个天然的限制 对所以如果是直的横的都很容易处理 但是有时候它为了曲线好看 对就会设计很柔软 对对还是要克服它啦 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材料怎么处理啊 然后主管是空心的嘛 要怎么让它变成实心的啊 这样子就是比较好 曲线的话它就比较会漂亮 好谢谢我们的来哥 那你那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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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